如今对三峡来说 蓝染不只是一项 极带推动振兴的产业 它更带给三峡全新的色彩 如果当初没有将蓝染富裕 没有把蓝染文化产业 作为社区营造的起点 可能三峡老街将不会被重视 也不会有如今的观光重镇的风光 自2002年开始 当时的台北县政府 三峡政公所及相关文化单位 陆续推出台北县三峡蓝染节 以封街方式胜在办理 不但邀民众重温80年前 在三峡河飘袭染布的情景 还请来辅大制品系创作蓝染服饰 更由名模穿着走秀 成功打响三峡蓝染的知名度 之后每年的蓝染节都试图突破民众对蓝染的想象 增加新的元素 呈现蓝染不同的面貌 例如2019年的蓝染节 扩大和国际接轨 邀请瓜地马拉、贝里斯、菲律宾等15国24人的外国贵宾 参与蓝染特展及采接活动 借此将蓝染文化发扬国际 透过展示不同的国家植物染作品 也让民众有本土与外国的双重体验 蓝染节系列活动之一变装采接秀 鼓励大家发挥创意 在服装及道具上加入蓝染元素 有团体穿上了蓝衫 挑起装着大金与绿竹笋的扁蛋 游走在北台湾最重要的染布夜大街 仿佛进入时光隧道 回到早年的三峡 也有人打起了非洲骨 让老街热闹非凡 2020年还有Courser加入 大家的蓝染装扮 与三峡老街上的传统染坊相应程序 重现了百年前 盛极一时的染布风情 蓝染除了可以穿戴 它还可以融入环境 成为一种装置艺术 蓝染节期间 限定的三峡老街异象布置 成了最热门的拍照打卡景点 将蓝染做成的雨伞 风车及大片的漸层蓝染布 高挂在半空中随风飘逸着 也为老街带来另一种风情 蓝染节活动期间 也曾办理环境教育讲座 蓝染研讨会或交流会等系列活动 蓝染节不只是白天热闹 入夜的老街少了人潮的喧哗 在灯光的衬托下多了一份敬意 伴随着悠扬的明德生 让三峡蓝染节越夜越美丽